12月1日凌晨,西安住建局在官网公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 这则通知看似很简单,只提高了两套房的首付比例 但其实背后隐藏着全新的调控思路 那就是购房者目前拥有的住房面积 将决定第二套房的首付门槛 西安的新规则是 已拥有住房面积在90平方米及以下的居民家庭 购买第二套住房面积在144平米及以下的 商业贷款首付比例不低于40% 144平米以上的商业贷款首付比例不低于50% 已拥有住房面积在90至144平米之间的居民家庭 购买第二套住房面积在144平米及以下的 商业贷款首付比例不低于50% 以拥有住房面积在144平米以上的居民家庭 购买第二套144平米及以下的首付比例不低于60% 144平米以上的比例不低于70% 简单来说 购房者即将购买的第二套房面积的大小 会影响首付比例而已经拥有的第一套房的面积 也同样会影响 从新规来看 对于首套房90平米以下 有实际改善需求的购房者没有任何影响 而已有144平米以上的人 一般资金充沛购买力较强 商贷比例上涨对他们影响也不大 但是对于首套房90至144平米之间的人群影响很大 因二胎改善等实际因素 换房人群在首付上涨10%的情况下 可能更倾向于144平米以下户型 此外在资金压力下 部分人群可能会选择出售一套房 一段时间内市面上 100平米左右的二手房数量很可能会增加 而且西安还规定 如果首套房贷款没有结清 那么二套房首付比例不能低于60% 这等于又给房贷划出了一条比较高的下限 新政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提高了商品房预售的门槛 新政规定全市范围内所有已出让新出让土地的商品房开发项目 开发企业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 原则上地上七层及以下的多层建筑 工程形象进度需主体结构工程封顶 七层以上的需达到地上规划总层数的三分之一 且不得少于七层 今年疫情之后 各地一度全面放宽了预售条件 很多楼盘挖个坑就可以预售 门槛堪称史上最低 现在随着楼市走稳 经济回暖 降低的预售门槛又逐步开始抬升 如果从两方面来看 这条政策能够执行到位的话 这对购房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变相强迫房企提高工程进度 防止开发商随意挪用资金 最终避免烂尾楼的产生 而对于开发商来说 却代表着回款周期变长 资金压力将更大 如果是大开发商 资金实力雄厚 倒也好说 但对于小开发商 怕是会受到强烈冲击 被迫出局 当然 不论房企大小 融资手段变窄和融资成本变高 是共同面临的难题 政策收紧都不好过 西安调控升级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 就是因为房价上涨太多 地方政府必须得出手 这是一种政治正确 虽然调控力度不大 这几年间 北方几乎大部分城市 都经历了 过山车市的楼市历程 尤其是环金的廊房 房价与2017年4月相比 跌了46.9% 近乎腰斩 而青岛天津的房价 与历史最高点相比 也有20%以上的跌幅 如果 从时间节点来看 这些城市的房价 出现拐点 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在 2017年上半年前后 以金金纪为代表的房价下跌 主要是受到当年一二线楼市 调控加码的影响 另一种是 2018年下半年前后 以三四线城市为代表的房价下跌 主要由货币化 蓬改退潮所引发 但西安却是一路上涨 已经连续上涨55个月了 西安的房价 是从2016年开始上涨的 2016年 根据安居客的统计 西安市商品房 成交均价为 7286元每平方米 到了2019年 成交均价到了 14198元 四年时间里 房价每平米涨了 将近7000左右 接近翻倍 房价持续涨 地方政府 就没有任何动作吗 当然有 2017年 西安就出台政策 限购区域 本市市民 暂停三套以上住房购买 非本市户籍 暂停两套以上住房购买 11天后 西安市 再次出台政策 要求住房项目 在办理预售许可前 一定要向物价局 进行住房价格申报 2018年3月 西安市再次发布 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销售管理的通知 要求购房人数 多于房源的楼盘 进行摇号 开发商不得五盘 同年10月 要求住房公积金贷款 不得超过30年 到了2019年6月 也是最严厉的一次调控出台 非西安户籍的居民 要有5年社保 才能买一套房 嵌入户籍的 要连续缴纳12个月社保 才能购房 这算是二线城市中 限购最严的了 在多项调控之下 西安到了今年 依旧还是继续上涨 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 2020年 西安新建商品房价格 全年总体呈现上涨态势 10月环比上涨0.5% 同比上涨7.6% 在市西安市统计局发布的 2020年前三季度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也提到 9月份西安新建商品房 销售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 环比涨幅居15个副省级城市第一位 70个城市第五位 9月份同比上涨8% 与1至8月持平 同比涨幅居副省级城市第三位 70个城市第11位 在土地市场方面 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 今年前11月 西安土地出让金达到了972亿元 位居全国第12位 同比上涨了51.09% 西安应该算是最早一批 开始抢人的城市了 从最早的本科落户 最后离门槛 西安在抢人大战中 可谓战绩辉煌 2017年至2019年 西安通过大幅降低落户门槛 以三年新增128.87万 常住人口的成绩 排名15个新一线城市 常住人口增量第一位 落户就获得购房资格 看西安楼市这几年的涨势 人口的流入 毫无疑问起到了 退波助澜的作用 甚至可以说是 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让楼市调控的力度 打了折扣 今年以来 西安2万以上的新房 越来越多 截止11月25日 西安以公式价格 且均价在2万以上的项目 有36个 在主流项目中 占比12.5% 甚至已经有3万以上的住宅 开始冒头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从统计局的数据来看 目前西安的新房涨幅 自8月破1%后 9月 10月的新房 房价涨幅连续回落 这说明西安新房已经增长乏力 能够接受高价房源的购房者 可能开始变少 目前 在链家平台上 西安的二手房库存 接近10万套 库存量过大 选择面广 导致二手房的成交均价 并未有明显的上涨 而从去年开始 西安的人口增长 也呈现趋缓态势 现在零落户门槛的二线城市 越来越多 西安的吸引力不在 反过来看 这对西安楼市 同样是一个威胁 所以真正影响西安楼市的 不是这次隔靴搔痒的调控 而是其背后的基本面 未来一段时间 西安楼市 很可能将面临一次明显的降温